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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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寬敞的遠雄自貿港 讓AI晶天大廠 揮答和超微 都被吸引來設物流中心 經濟部表示 揮答能更多元採購零組件 在本地組裝成品後 再引導全球 勇望增加在台封測定難比重 而超微物流中心的營收 也渴望受賄AI浪潮 大幅成長 進一步貢獻 對台稅收 台灣半導體持續著障 也讓黃仁勳 蘇自豐 今年搶著來故莊 而且雙方煙銷位在一起 超微發表新款AI晶片 MI300系列 已經讓Meta 微軟都倒戈 拿來取代回答較貴的晶片 黃仁勳自然不敢大意 八天內走訪亞洲四國 先承諾日本會優先滿足供貨需求 接著到半導體聚落完整的新加坡 這裡揮答營收佔比第四高 成長快速 下一站是連英特爾都積極投資的馬來西亞 有先進封章優勢 而後市同屬CPTPP RCEP成員國的越南 不只有關稅優惠 還是美中PK角力的全新戰場 這亞洲型 其實黃仁勳的目的就是非常清楚 我希望每一個地方的組裝廠商 系統廠商 都能夠來使用NVIDIA的晶片 AI雙雄互相角力 都想在全球晶片戰中 守住霸主地位 華視新聞黃澳天神信順無成員 台北桃園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